我与她相识于长沙的一间民宿 现在恋爱已经快三年了 我特别不能接受的是她生活中太多 时常因为在我眼里不算设的小事与我争吵 在相处的日子里 我发现她不怎么关心我 也没有给我足够的安全感 每次吵架都不会哄我 最过分的还多次离家出走 往失踪 这一再触碰了我的底线 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我就想让她多关心关心我 给我足够的安全感 这很难吗 现在连最起码的关心都没有了 我还应该要跟她走下去吗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廖先生29岁来自湖南销售 谢女士22岁化妆师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你嫌她作对吧 对 你觉得她没有给你安全感是吗 是的 谈了三年了是吧 快三年了 快三年了 她在小片里说你们是在民宿里认识的 她自己开了一家民宿 然后我们是在她的民宿里面认识的 然后那个时候觉得她人挺好的 挺会关心人的 然后慢慢地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在一起了 然后这两年多的相处里面 我发现她不像之前一样关心我 明白 那我想知道今天是谁想来的呢 我想来 你想来 对 我想来 说啥 说作是吧 对 那就说说她怎么作的好不好 比如 比如说我们相处之初的一次 那天她下班回来 她说她自己饿了 她让我给她弄点吃的 我本身自己手段上工作还没忙完 我想着我等会再给你做吧 她就不乐意了 就开始闹情绪 我当时看来情绪了 我自己也来情绪了 就跟她讲了两句 就开始伴嘴 伴嘴了之后就开始吵 她一生气就跑出去了 这就是第一次 那能怪我吗 主持人你知道吗 那次我让她炒饭给我吃 她一句话都没给我说 她自己抱着手机在那里玩 我也不知道她在做什么事情 那你至少回我一句对吧 我问了她三四遍 她一句话都没有回我 我那时候是在工作 你不是不知道 那你说一句吗 你说我在工作 但我问了三四遍 她都没有回我 那我肯定来情绪了 而且那天她还让我滚来着 所以我就 拿着我的东西往外面走 她也是没有拉着我 而且那次我出去 三四天了 她一个电话也没有 后来怎么又和好了呢 和好了的 还是我去接了她 接了她就回来了 对对对 这也不算做嘛 年轻人没顾虑出情绪 吵了两句嘴没什么呀 还有一次 她要出去 我说我们赶紧的 赶紧把鞋带弄一下 然后她就说让我帮她弄 然后最后就开始吵起来了 我说你自己弄一下 那也没有吵 我只是让你帮我弄一下 本来那个是 你就让我快一点对吧 你帮我穿一支 我自己穿一支 那不快一些吗 那你也没有穿 我也没有说什么呀 我只是自己生气了也就好了 穿鞋带 你这么小的事你也说啊 不是我说她 是她因为这个事情输我 她不是说就好了吗 人家自己穿的吗 是自己穿的 那自己本身自己穿 不就得了吗 我就想这么 就这样吗 哎呀女生撒个娇嘛 怎么 不是说她平时撒娇 我不宠了她 不惯了她 就是说 我偏偏在我有事的时候 她就跟我吵跟我闹 对 还有什么呀 还有 这听不出来做啊 就是说她每一次 因为一点小事 她就跟我吵 吵完之后就离家出走 这比如呢 就好像那是洗碗啊 就吃饭分工嘛 对不对 我们在一起 可能做个饭 我做饭她洗碗 她让我搬来洗 我没搬来洗 就 搬了一下嘴 她自己出去了 跑出去看了一天电影 然后过上街又回来了 那还不是我自己好的 回家的呀 就是你的意思是 我自己出去调整一下情绪 是这样吗 对啊 你发现我不见了 那你就不能打个电话 发个微信找我一下吗 我就觉得你不关心我了 我怎么没有打电话给你 虽然说我没有时间打电话给你 我都是通过你的朋友啊 你你姐姐啊 我那个时候我我也拿我妈的手机给你打电话了 你都没有回还不是一样的 她每次我和她吵架的时候 她都不会主动找我 但是她会用她妈妈的手机给我发信息 不是 是她妈发的还是她拿她妈的手机发给你的 她妈也发过 她也拿她妈妈的手机发过 行 听懂了 她离家出走最长一段时间有多长 有五天吧 就 为什么呢 她那天也在我民宿里面玩嘛 大家一起玩游戏 本身可能亲女要组织一下愤文嘛 大家都参与 她也参与在其中 那天太晚了 我就想着她别回去 我就给她拿了一套干净的床单背套让她自己去铺一下 她就说哎你帮我去弄怎么怎么地 又开始跟我吵 我当时我想着这个事情 本身你自己铺个床不好 硬是要麻烦我去弄 但是我平时有的时候去她那里的时候 我也给她就是折床单背套 那天晚上玩得太晚了 我也再给她折那个床单背套 但是我让她帮我铺一下床 她就她就说 那个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自己去铺 我就想让她帮我铺下 然后她还吼我 然后你就走了 那天她还说了狠话 她说你不要给老子在那里说说说 这个东西 反正她就 这个事情我在跟你相处的时候 我也跟你讲过了 我可能有时候嘴上有点口温馋 就顺带就带出来 又不用说我刻意地说的 那我出去那么久 你也没有打一通过电话给我呀 那你关心我吗 你说每次都是因为这点小事 你要跟我吵 吵完之后 还要自己要往离家出走 你说烦不烦 第一次吧 第二次第三次 我能忍受 人的忍耐都是有限度的 你在一二再三 你搞得我 肯定是不太乐意去哄你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忍不下去了是吗 对啊 实在忍不下去了吗 不然我也不会说 我完全不去联系他 我当时我 我心里是想的 如果你真的 这是你不回来 或者是 你再意识都不到这个问题的话 那么就这样吧 我心里是这么想的 就想借此就分手了 是吧 对 我心里是不太乐意去哄你 我心里是不太乐意去哄你 我心里是不太乐意去哄你